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读 以利米埃哥的第三章 我们已经读完了 他的第一段和第二段 也就是他的一节到十八节 十九节到三十九节 我们今天要接着来看 他的第三段和第四段 第三段是从四十节到五十八节 第四段是从五十九节到六十六节 这两段的内容在讲 先知代表整个犹大民族 在神的面前认罪 忏悔 先知也求神显公义 报复神子民的仇敌 我们今天可以将本章的四十节 四十一节作为要解 经文这样说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再归向耶和华 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伊利敏哀歌第三章非常的丰富 加上经节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安排在今天将它读完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段 四十节到五十八节 先知代表自己整个的民族 在神的面前认罪忏悔 这段的一开头 四十节四十一节 经文非常美 先知呼吁剩下的犹大国民 要在神面前深深的醒察自己的行为 然后归向耶和华 再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注意这里使用的人称是我们 也就是指 并非只是先知个人 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当先知告诉那些 与他一样活着的犹大人 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再归向耶和华神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这样经文的思路 于第二段的二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连在一起 因为我们说过 在二十七节到三十九节的经文中 先知就是以我的角度 在神的面前醒察自己的行为 当然这也是整个犹大百姓 在国破家亡遭灾受祸 前后的行为表现 他们之所以会在仇敌面前受辱 就像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所说的 都是因为犹大国中从上到下 百姓行为当中的表现出来的 不公平和不公义 这就是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所讲的 当先知在省察这一切的时候 先知就告诉犹大民 神从前借先知所发出的警告 真的成就了 由于百姓犯罪 神使到来的不是福分而是祸患 因为他都亲口说过 在人因犯罪而受罚的情况下 人没有权利在耶和华神面前发阅言 先知就是如此的劝戒神的百姓 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从前百姓在自己的行为 当然也包括人的心思和意念 等各个方面如何得罪神 又得罪人 当省察考察完之后 再归向耶和华 如果考察和省察的不够深刻 那么人对耶和华神的归向就是表面化的 仪式上的 神不悦纳这一切 我们之前在读到耶利米书前几章的时候 就会看见神借着先知 向犹大百姓不断呼喊的 便是告诉他们要回来 非常明显的经文 像是耶利米书三章的十二节 十四节和二十二节 神要那悖逆的百姓和儿女 能回到神面前 他们若是真心能回来 主耶和华神就会再接纳他们 当人能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又归向了耶和华 四十一节就讲 那时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所以四十节和四十一节 告诉了我们一个被盗的神的儿女和民族 能够重新被神悦纳的步骤 便是考察自己的行为 归向耶和华 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因为假如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之前人未能考察自己的行为 又没能从心理和整个生命中 向神表示归回 那么人举手祷告 就只能是一个宗教性的行为 圣经多出的经文告诉我们 人若是在神面前有如此的表现 神从高天查看人的心 知道那人不敬不前 并且他仍然还在邪恶的生活方式中 也没有从心和灵里归向神 那么神就拒绝听这样的人 向他所发出的祷告 有几处的经文非常出名 像是箴言的一章二十八节 还有诗篇十八篇四十一节 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三节 一历米书十一章十一节 十四章十二节 其中尤其是以赛亚书一章十五节 那里的经文说 你们举手祷告 我比遮掩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 我也不听 大家同时还可以参考 一历米哀歌的三章八节 还有生命纪二十八章二十三节 四十节四十一节 经文的语调明明是使人 还有盼望 但是从四十二节开始 一直到五十八节 经文调子很明显的暗淡下来 其实在前面 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 明明讲到神向自己的子民 所发的怜悯 慈爱和诚实是不断绝的 那为什么到了四十二节 先知又一次的哀叹说 我们犯罪悖逆 你并不赦免 这是因为从四十二节到五十四节 经文所讲的内容 按理说是应该排列在三十九节的内容之后 也就是说当三十九节说 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 为何发怨言呢 这样的表述并没有完 四十节所讲的 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那当被深深考察的行为的方方面面 就继续的从四十二节到五十四节被罗列和陈述 所以从经文逻辑的合理性角度来看 四十二节以后的经文是显示 先知依然在代表整个犹大会众在神面前认罪忏悔 当先知不断的讲神子民所犯的罪 以及后来必须要经受到的被刑罚的结果 我们今天在读经的过程中 才会感受并体验到 先知代表犹大会众 在神面前考察自己的行为 这一做法的确是深深的 不敷衍的 不浮浅的 不马虎的 只有这样深深的考察了自己的行为 那先知所代表的犹大会众 向神所表示出来的归相 才是真心和虔诚的 从四十二节到五十四节 我们可以讲的简单些 四十二节所讲的 就是神的子民故意犯罪 背逆神 其结果就是神并不赦免 大家如果参考西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 那里经文就提到 凡故意犯罪者 就没有救赎的恩典会临到他 我们在讲摩西五经的时候 讲到赎罪记也曾经提过 旧约对那凡故意犯罪得罪神的人 绝不提供旧法 所以四十二节所描述的 就是犹大从前国家还没有灭亡时候 百姓犯罪得罪神的光景 四十二节讲到了百姓 犯罪悖逆作为原因 那神不赦免 以及四十三节和后面的经文 就是百姓犯罪所带来的结果 四十三节先知形象的描绘 主耶和华神已经被怒气遮蔽 他紧紧的追赶我们 并且向神的子民施行杀戮 并不顾惜 先知是在灵里看到这一切 因为那从表面追赶神的百姓的 乃是来自巴比伦的仇敌 但先知看见了 那真正与神的子民为敌的 其实是耶和华神 这就是第二章一节到十节所说的 四十四节讲到 由于神和人的关系已经破坏 神便以黑云遮蔽自己 以致祷告不得透入 第二章的一节讲 主耶和华神使黑云遮蔽西安城 如今黑云还遮蔽了神自己 我们在读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五节的时候 直到那里曾经提到 耶和华神是自隐的神 他使神的民的祷告不能透入 其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要故意拒绝神百姓的祷告 而是因为人一故意犯罪得罪神 而且坚决不肯悔改 那么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被阻碍 就像生命纪二十八章二十三节所说的 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 脚下的地要变为铁 天如果变为铜了 那表明赐福的恩语就不会降下来 但还有一样就是人在地上像神所做的祷告也达不到天上去 因为神使祷告不能透入 神与人之间祷告的通路一旦被阻隔了 四十五节到五十四节 先知便描述了神子民就必须要经历的灾祸和苦难的光景 四十五节提到 神使自己的子民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子 一个原本蒙神特别拣选的民族便为无用 四十六节提到 神许可仇敌向神的百姓大大张口 张口既表明辱骂又表示要欲吞吃 四十七节形容了神子民所经历的恐惧和陷坑 残害和毁灭这些都临近我们 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 先知形容当百姓遭如此毁灭性的祸患的时候 他就为他们眼泪下流如何 而且是多多流泪总不止息 先知向着神祷告的心十分的坚韧 他说自己要流泪祷告 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 这都是因神的子民所经受的一切祸患 使先知的眼和先知的心伤痛 五十二节到五十四节 就像四十六节四十七节所形容的仇敌的势力那样 又继续的在讲仇敌在神的子民身上所做的一切事 五十二节提到 无故与我为仇敌的追逼我 像追雀鸟一样 雀鸟十分的脆弱 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恶人捕捉到 或是被网罗所限 五十三节提到 仇敌将神的子民捉捕到 他们进一步要做的 便是要将神子民的生命囚禁 使他们不得自由 经文说 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 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 人明明已经在牢狱当中被囚禁 又有一块石头抛在身上 这抛来的石头表示急刑 意思是将那犯罪作恶的人用石头打死 大家可以看《立位记》二十章二十七节 另外的意思也是指 那被石头抛在身上的人 乃是遭人弃绝的 大家可以看《列王记》上十二章十八节 五十三节所讲的牢狱是深坑 深坑再加上抛下来的石头 这对那彻底被囚禁的人而言 乃是寓意着绝对不可能脱离的死亡的结局 五十四节所提的 重水流过我头 这里所讲的重水 就是指死亡和刑罚 先知哀叹道 我说我命断绝了 这里我的命不单是指先知的命 还代表着整个犹大民族的生命 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 是先知以神子民的角度 从他们生命所处的身牢中 向耶和华的名所发出的求告 大家在读第二章二十节的时候 先知曾以耶路撒冷的角度 求神观看神子民所受的苦难 而如今在五十六节 先知要神来听 他祈求神的解救快速到来 不要掩耳不听他的祷告 五十七节似乎显示了 神子民正处在痛苦中的时候 其经验出现了翻转 先知说我求告你的日子 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 而且五十八节 先知很笃定的来赞美神 主啊你申明了我的冤 你救赎了我的命 五十七节五十八节 很明显的显示 先知以及犹大会众 在神面前所做的祷告 得蒙了神的垂听 那么前面四十四节所讲的 神使祷告不得透露 这一事便在此刻没有发生 这对神的子民而言当然是好消息 那接着是最后一段 五十九节到六十六节 这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就像一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一样 先知又向神的子民的仇敌 发出了诅咒 当然先知能够如此的诅咒 并公然的以祷告的言语向神说出 都是因为他相信 主耶和华乃是公义的神 他已经看见了神子民受的委屈 神子民也求他申冤 神也看见仇敌如何仇恨并谋害神的百姓 耶和华神还听见了仇敌辱骂神子民的话 他也知道他们向神的百姓所设的祭 那些神子民的仇敌 一边起来攻击神的百姓 一边在口中说恶毒的言语 并且他们终日设计谋 为了要害神的百姓 这是59节到62节所说的 63节到66节便是先知为着仇敌的缘故 在神面前所求的 63节先知提醒神来观看仇敌的举动 他们坐下起来都以神的百姓所遭受的毁坏 刑罚羞辱为歌曲 大家看前面本章的14节 他等于在告诉神 我们是你荣耀的子民 你能忍受这一切吗 64节先知求耶和华 你要按照他们手所做的 向他们施行报应 这跟一章21节22节的话很一致 65节先知告诉神 你要使他们心理刚硬 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 这显示先知愿意仇敌 能够越发的抵挡神 这样他们从神那里所得的咒诅 就会更加深重 66节先知更愿意 耶和华神在发烈怒的状态下追赶仇敌 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 大家注意43节 先知原本在埃哥里悲叹 自己和自己整个的民族 正在被发怒的神所追赶 但如今先知极度期望的 乃是神子民的仇敌 被神在怒气中追赶 并将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 先知之所以会做出如此有信心的祷告 这都是因为先知坚定的信靠神 他知道神向着自己的子民 是施慈爱并发怜悯的 但他向着罪和犯罪的人 尤其神子民的仇敌 是要显公义和严厉 尤其是公义的烈怒的 我们大家今天在读本章的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时候 就请大家特别注意 他的四十节和四十一节 来让我们祷告 以色列的救赎主 我们感谢你 主你借着先知告诉我们 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再归向耶和华 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求主圣灵帮助我 让我一直倚靠主在你的同在中生活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